已经是限制的啊 可以说是不行了 输出的一个环境不是特别好 来看一下搬拼画面啊 其实是针对搬 还是蛮针对搬的 鬼虚妖姬 血鬼 以及暴女 那这边 OMD是搬掉了 瑞兹 乌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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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D在妖姬没有了之后的话 OMD的中路会选择谁呢 还是要维鲁斯 维鲁斯打沙皇确实也还是比较不错 因为维鲁斯的话 对的 手也可以 Q技能的手也比较长一些 而且也是小微笑这边一直使用的 对 最近都有在用这个英雄 然后确定完两本的这个阵容啊 上龙艾克对上大树中路的沙皇 对上沃鲁斯以及打野的千诀 对上南枪下路伊莉以及布隆的组合 对上卢山以及巴德 那么这一盘大树这边可以考 只有可以考虑不做冰犬这些 做冰心啊 面对着OMD的这种冰心的效果特别好 因为AD的一个数字很多 你上单的艾克你基本上来说还是 肯定是走肉 肉对 不是基本上应该你就是走肉的 就是一个纯肉的一个艾克 肉装艾克 目前还是上单打一个肉装艾克的一个打法 会更加多一些 你可以出去的时候 你可以出多单界出门 可以跟着这个所谓 除了稍微 或者是补的还是走肉装 对的 你最多顶天了 就补一个什么 补一个黑暗风硬来稍微的打一下 看这边大野南枪 然后中路维鲁斯ADC卢西安 这就是一个偏AD的组合 对 比较AD的一个阵容 冰心的话对于对手的这个效果来说的话 是会非常好 然后这样一样的话 ED的一个冰犬其实也能够 也能够反而是变相的 也是让他就是冰犬效果会更好 因为冰犬加护甲的 对于对手的阵容来说的话 你可以这个冰犬效果会更好一些 中路沙皇这边打维鲁斯 那这一排的话看 你看这条这边小龙刷 如果这边小龙能够多杀两条水龙的话 然后由就是说是蓝色方的 你去三局刷了八条吗 对的就是上上周的一个比赛当中的话 就直接就三三二 就第一盘三条第二盘三条第三盘两条 哇那这个是高花 对所以你刚刚说确实从理论上来说 理论正常的一个几率是不太会又刷到水龙的 但是这就有可能 就今天也刷三三二是吗 这个不一定的 至于他刷哪个龙 其实倒也 对于比赛对于一个比赛的局势 对于这个阵容来说 他们都刷哪条龙会更加适合他们 最好什么 最好我觉得可能对于 就是说是R14D来说的话 凉水龙凉火龙的话 凉水凉火 凉水凉火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了 所以火龙这个是效果可能是肯定是更加好的 对于所有人最爱的肯定还是火龙 这个加直商的 肯定是受到更大的一个欢迎 那么OMT这边的话也是有 他们这边其实你要论消耗能力的话 因为有维鲁斯 对 有维鲁斯在 其实这个消耗能力的话是会更强的 不维鲁斯这个 而且在对线上面 跟小维鲁对线这边应该会有一些 就是在对线上会更自信一点 因为他这个维鲁斯之前的一个 我记得上一局用的一个维鲁斯 打的效果还是很好的 因为主要维鲁斯的话 本身作为一个没有中单的一个位置 其实他有的时候还是蛮危险的 比较会被打野的一个抓到 对 因为自己加 因为就是说是 LSD这边的话上单是一个老树 上单是一个大树 然后中路的话也是一个沙皇 一方面是可能在前级的时候线上面临着自己加 一个前级可能沙皇六一之后 有着这一个推大招之后 可以考虑去针对一下维鲁斯 另一方面的话 打团的时候 这个大树的话也还是 比较好牵扯到他的 就捆到 对 比较好捆到 因为像有大树这样的稳定空的一个英雄的话 就可能会比较早的时间 就把维鲁斯的这个大招给逼出来 维鲁斯当然最怕就是 给他一个很好的释放式机 你几个人挤在一团 然后他的一个大招上来的话 把几个人都给捆住 但如果是有这种途径 他就跟什么 他就跟限制你ADC 就你出的巨峰的ADC的效果是一样的 就是把你这种能够有团队效果的英雄 就把你这个团队效果给打没了 对 一般来说这样的一个效果会更好一些 所以他这边维鲁斯通过考虑到 就是他线上等级也是要 从哪篮吧 不过维鲁斯这边一方面倾线不需沙皇 另一方面的话 还有就是说是Q技能能够对沙皇进行一个poke 也还是比较好的一个能力 对 你认手的话可能就是比沙皇的手会更长一点 对 所以在对线上中路还是非常舒服的 两边最后选到的这个位置 有维鲁斯这种英雄的话 最舒坦的就是你在推线的时候 你用维鲁斯的一个推进 效果就会特别好 而且不仅仅是两波就Q技能打中消耗之后 还能利用他的一个大招 直接在塔下的一个消耗血量没了之后 直接塔下的一个 所以推塔的一个情况也会比较好 如果被poke到你要回程 回程之后你就很可能会掉他 是 所以是像是维鲁斯这种 用来他来打中单的一个 就优势很明显 像B端也很明显 B端就是你就没位移嘛 很容易被切到 如果就被抓了两次 就会还蛮炸的 而且我刚记得 就说是 R4D这边 这样 好了 也是马上开到我们今天第二局比赛 R4D对近OMD 好 进入到游戏画面 来看一下两边双方的一个出门情况 好 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场对戒 蓝色方 2144D 红色方 OMD 如果大树 刚刚说到了214D的一个情况 是哦 你说哦 算了 之后 对 我想说的就是说是 因为有你大树 他这边辅助还是选了一个布龙 布龙 对的 对 他的这个盾去挡一下维鲁斯 让他在团战当中的话 第一手这个伤害打不出来 这也是可以的 想说的是这一点 就像是布龙这种英雄的话 比较克制于可能 Poke型的这样一个阵子 还是稍微的有一些克制的 毕竟这个盾挡的第一下伤害不是 也还是像暴女这个Q啊 还像维鲁斯这样的一个Q 都还是能够挡掉很高的一个出处 对 刚刚看到他是用了那个粉红色的皮肤 嗯 那这边应该是选手哦 稍稍的需要调整一下 应该要重联一下 稍的需要调整一下 好 两边进容其实选完之后啊 刚刚其实还是相对比较五五开的一个情况了 你要想一下啊 你在想阵容吗 对我在想阵容上 因为现在没看到 所以我得稍微回忆一下 你要论其实 伊利布龙嘛 没有让布龙和楼山其实在同一边 那前期还是可能会选择换路的一个情况 其实你要论配合上来说的话 应该是2144D这边的话 配合上是更容易打的 他整体的一个炮阵容 大树啊 对 沙皇这样子的一个阵容 对的 然后你配中布龙 就是说你很难具备对手去把整个人给冲开了 但是这边还可以打防守啊 有辅助的一个防守 那你指OMD打防守吗 对啊 OMD这个阵容用打防守的话是会很吃亏的 就包 因为Poke型阵容还是打主动的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在烈士的一个情况 其实防守还是可以拖延的嘛 防守的话你这个维图斯得要特别小心 对 因为你要强开的话你不太可能 要么你只有开两个 看你巴德和看你维图斯 但是大树这边其实强开 看怎么怎么能捆到吧 因为毕竟他没有一个 轮子妈的一个配合加速的话 其实从后面的眼位去绕对方的一个C位的话 打团其实没有那个效果那么好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所带的召唤师技能 那么布隆这边选择带了一个玩石 上单的艾克这边的话是选择了热忱 维图斯这边的明火 没什么太大问题 有的布隆的话会选择带就是说是不灭之沃 也有的布隆会选择带时光之力 都有 看个人的一个喜好 这三个就是说是召唤技技能 对于布隆来说都可以 不过 可能觉得当中玩石和时光两个会更好一些 毕竟不灭之沃的话 你还需要就是说血量装备的一个支持 不然的话对于布隆来说 效果就比较的一般一些 前期仗子想要稍微的 对稍微消耗一下对手的沙皇 毕竟沙皇的前期沙兵 没有在没有QG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这边还是比较占便宜 毕竟你是一个对点的时候 你是一个AD 对 而且还可以靠你的这个小队位 可以躲 骚扰 那前期其实这边被消耗了非常 漂亮的一个血量 那这样是 啊 这也是压处 想要压处吧 压处一个兵线区 那么沙皇这边的话 应该两瓶药都得克了 那这个就很赚了 那 就跟我刚刚开始想的是一样 我觉得前期小伙子 这边其实是可以压沙皇的 好 再终于发Q技能 那就很难受了 在前期这个对线上面 被压了一波兵 而且最关键的是沙皇这边的话 还是没有在踢的 所以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感觉要被压很多刀 在前期的时候 在前期的压刀上面是会被压到 是 为了贪就是一击时候的几个兵 导致这里的一个血量 被打得 就被打得太多 然后后面的兵反而会更亏一些 正常对线这边其实有布隆的保护 还是还是就比较好打 这边其实踩要盾之后 看下应该是要打巴德了 打一下 没有能够 这边的话能不能触发一手 可以 两个人身上都打成了 两层都打成了 然后这边沙皇是回纯 压了一倍的一个补刀 看维鲁斯 那这一波的一个回纯很伤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维鲁斯已经是有着 一倍的补刀的一个压制 然后这还其实刚刚这波兵线的话 还是直接是到了一个塔下的 直接是推到了 是 那还可以再收一波兵回去 下路这边的话打得还算是不是 蛮激进的 比较凶 对 巴德这边虽然有一个回复 但主要是你一个走位比较漂亮的话 你巴德这边Q运不到人 就很尴尬 这就让巴德在其实在线上的时候并不强 说巴德这边应该是选择去 要去吃一波竹子 然后就木铃 然后回来 但是这边是有对面二四四地的一个视野 是看到了一个巴德的动向 无所谓 因为正好这波兵线的话 目前也是这波兵线也是推回来的 问题倒也不大 有一次回去补了一个女神类 出门 基本上来说的话 你还是要选择做一个摩切的 女神类还是要出 那上路这边的话依旧还是两边的一个补刀到差不多 艾克这边的话 压是压得很凶 但反而补刀上面的话是稍微的落后了一些 影响不大 还是看一下 两边打野这边是一个正常对线 刷野完之后 看一下一个动向 正常对线之后 开小龙的一个时间会相对比较晚一点 第一条也是一个风龙 影响不大 那一般刷风龙的话 那刷这条龙时间会更短了 而不是会更久了 就是大概要在十分钟左右 是十分钟超过才开巴 如果没有出现人头的话 塔下不到的话也还不算太亏 这边压在塔下的时候 主要巴德这个时候战斗力 真的是有点弱啊 巴德的战斗力 正常对线巴德的战斗力确实是弱啊 其实也还好 主要是因为对手的这个走位上面 刷走的会比较强 比较灵活 因为是1Z加布龙 其实说实话 就线上的一个战斗能力并不是很强 主要也是因为 先看一下中路吧 中路就压了十刀左右 那现在就是稍微好受一点了 回去的这波状态打好了 而且沙皇这边的话还回家之后 是买了一个小的回复瓶 为了让自己的一个对线期的话 在互相耗血情况下 不至于亏金亿亏太多 毕竟一瓶血瓶50块还是挺贵的 黑暗封印也出了也出一下 其实黑暗封印这些装备的话 又便宜 其实效果也还是比较好 你可以看到上单对手的艾克这边 也是选择出到了这一件的一个装备 也是现在很常规 上单艾克都这样出基本上 把这边过来做一下三脚草红的一个视野 以防止千绝过来 不过其实这样推荐的话 是有一定的一个风险的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老树是 有一个后面的位置能踢过来的话 需要比艾克的一个过来 是更加的容易帮助队友的 但是后面没有眼 这边后面草丛是没有眼的 那还好 是的 六级迪的一个大树 没有眼位就没什么太大的一个关系 如果有眼睛还是要相对比较小心的 可能会双招 另外可能会死一个人 我们看到艾克这边的话也是一直将兵线 尽量往前压 不给老树太多的一个境遇 去进行一个支援的一个机会 毕竟相比较老树而言 老树这边的一个控制是够稳定 更容易配合的 艾克这边的话 在前期大家都有技能的情况下的话 太容易被闪现 或者位移给躲掉自己的W一个定了 再上线 就是说是伤害的话 也被削了之后 也并不够高 但是这边大树的一个补刀是压着了 是 因为艾克这边的话推得凶 但是是有漏刀啊 有 对 而且可以看到老树这边的话 明显也 艾克这边也明显 也不是特别敢跟老树去进行一个对拼 这是为什么之前第一场的比赛当中的话 没有人去选艾克 确实有点伤啊 就现在新版本的一个艾克 效果就不会有以前那么好 是 之前正常就很多队友会选 千诀加上艾克 就同一边的嘛 都会选到在一起 这边的话是看到了一个对手南枪 两边都想过来一下 这边是要推没推到 交出一个闪现 大树这边的话 就是用走过来的 走过来的 离它稍微的远一点 如果稍微再近一点的话 大树这边要闪现上来捆了 配合沙皇的话 应该是这个伤害能够把维鲁斯给杀了 但是和老树是交了双招 对 主要他因为是急跑开起来的 所以大树这边追不上了 因此直接是选择了一波放弃 刚好了 而且这波兵线是大树这边是推过去 因此也不怎么会 不亏基本上 那这样也的话 沙皇这边的话 呃不是沙皇了 维鲁斯这边的话要小心一点了 有没有双招的一个情况 现在这个状态回复了还好一点 快拿一下自己的这个蓝 嗯 拿一下蓝buff 这个位置很小心 因为他在 我们可以看到 就下面合到的位置的话 没有视野 所以他从这个位置绕过去 非常非常小心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 没有闪现的 因此 从这个位置走很安全 对 这个眼 三边都是有一个2144D的一个眼 一个三角区 是 那上路这边的话 艾克开始控线了嘛 也不算控线 就是正常推 因为他这样的话 他老树还真不好 还真不好打老树 老树这边双多蓝的 想保这个阵炎也不好保 对 不太好打了 好 两边的话 一直都还是在选择 因为现在什么 现在千决的这个印记啊 是不定了 就不像以前随机心那么大的 嗯 上来来直接打一场 可以看到艾克打不了 我能打得很疼的 对 真打不了 双多蓝的一个大树 而且补刀现在又是有一个压制 所以之前说嘛 你向你上单打一下老树 就还好 人家都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就属于还好的一个状态 如果你是打其他的更凶的 你在对线系的话 根本就没法对线啊 根本就 无论是可能对方的这种巨魔啊 还是说是剑击刀妹啊 打算都不好打 挺尴尬的一个点 这是上 这千决这边上来的话 应该是不会是想要 强杀这个艾克吧 艾克这边大招是用了 因为他好像是回城之后 大招回来了吧 看他的一个装备 感觉应该是被发现了嘛 现在把兵线推过去 那这也可以选择强杀这个艾克 可以 这艾克很危险啊 基本上是死了 有险啊 看一下 背大树可能 是的 小走位 躲掉艾克的一个W 然后这边的话扛塔 成功杀了 这肯定杀掉了 一血拿上 是已经看到了千决在 没有 他后来才看到的 没有视野 就第一个那个是没有 没有看到 因为是在一个没有视野的 嗯 他当时唯一能够有机会跑的什么 唯一能够跑的应该是用 用一技能是吧 一技能直接一到 呃 千决脸上 然后交产线 然后再给前面一点的位置 给一个W 这是有可能从紫松跑掉的 那我们这边是拿来跳小龙 是 趁着这一波抓上的时候的话 拿一条小龙也可以 我第一条的是一个 风龙 风龙 那么风龙的话 对于有着像是 巴德在的这个阵容的话 这些效果还可以 一般的效果要更好一些 毕竟你有很多时候 你都要靠巴德这个大招 强开团 对你的强开团可以啊 但你对我得跟上嘛 对这条风龙 还是有效果的 啊这边的话直接是一波的一个扫射啊 这个位置的话有点有点危险吧 哦还好 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话 再次下路也是 依旧还是没有什么视野啊 对啊 下路其实那边 呃 R4D这边后方的这个草虫 一直是没有去做眼 嗯 应该是一直被推到 这个线一直被压着 这个线一直都是在自己这边 是 所以后面的这个视野 一直都没有去做 而且可以看到下路河道 这边的OMD的一个眼 会比较多一点 而且在 就是 后方啊 可以看到后方有一个眼 哦真眼 对 哦 那不是OMD是吗 对后方 我指的他后方是 我以为你说的河道那个位置 嗯 是左边左边的 小龙右边的那个眼 因为放那个眼 真眼之后的话 主要就还是可以防一下 对手过来 所以要一直压着线啊 不然如果线被推过去 那个真眼就直接被排掉了 这个蓝是没有啊 没有打好啊 没有配合好就 是 没拿到 那还很 蛮伤的 还过去了 蛮伤的 因为对手 维鲁斯这边待会儿拿一个蓝buff的话 你这边没有蓝buff 蜂狂被推线 正好兵线还是来到了一个塔下 对 而且自己的一个蓝量又不是 比较 小失误这个点 经常会出现这种 蓝buff没有拿到的一个情况 是 这边的话 维鲁斯还刷的 想刷对方的一个蜂蜂鸟 排一下这边这个视野 嗯 嗯 但是沙皇这边还是有双招的 这边CD也赚好了 好 那等待马上蓝buff刷新 这边维鲁斯拿上一个蓝buff 而且身上双招的CD已经是赚好 那么现场的话沙皇挺难受的 配合巴德对对方野区的一波入侵 这入侵还是比较不好的 因为对方也是 沙皇也是过来了 看这边这个位置是左右被包了 如果要强行要开这个东西 老树这个从位置过来 在这边直接开门走 那上上一波的话 应该是追不上OMD的 对 那么强行守了一下自己的一个 红buff 不过老树从这个位置走过来 好像有点伤啊 对然后要再走回去用脚走 嗯 还有这个位置其实如果比较冲动 就会被包了 这撤退的还蛮及时的 虽然说就是进入对面也去做了一个演 其实可以多做几个视野 因为前期配合打野跟巴德的配合 入侵对面野局的话 下落就有点危险 结定两个人带亲戚这个时候过来 然后打野多菜 嗯 身上的话冰拳做起来 其实伊犁这边的话先做冰拳 这也是比较好的 因为面对有有多多了一个像多了一些护甲 多了一些护甲 啊我这边的话不停的是利用这个技能 是对上方性的一个消耗 没躲掉其实就很疼 那个技能伤到之后 对的 已经被打到没多少血了 而且这个他没蓝啊 这个时候我如果有蓝不停的消耗他 嗯 有蓝buff 啊伊犁这个大招挂的还是非常不错 一个大大挂挂挂两个人 这两个人应该是要被打走了 直接回程 你现在这边的话还打算在线上吗 在这个这这一波在线上的话是有点危险啊 还好啊波龙这边的话状态也比较一般了 也没有打算太多的去进行一个强杀 因为你你后面的话没视野 如果你有这边什么有视野看到 拔到这边回去了 那这一波可以考虑让老师是支援下来 哇他这边这个一个用了未来战士 嗯 这个弹道不是特别平滑的 对 在两边除了千诀在上路拿到A血之后的话 也是打野并没有对线上有太多的一个 照顾 公式 因为你中路的话 你看沙皇这边其实你对方有双招了 而且维鲁斯这边离的一个位置的一般都挺安全 对不太好抓两边的 对你过不去 虽然看似维鲁斯这边推荐推的狠狠 但是他都跟沙皇保持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距离 其实还是可以去针对一下那个艾克吧 因为上路的第一次的 那之前那一波的话是因为抓住了艾克这边没有大招 大招 哇这一下很疼 而且随着你等级起来之后的话 艾克这边也确实又不太好抓了 啊这边反应很快直接是走 不过这波兵线的话又再次是被推到了一个塔下 啊这是想过去 但离这还是太远 沙皇这边的话很谨慎的 是离的比较远的一个位置回程的 对 接下来这就是一波兵啊 嗯 一个技能就一波兵就没有了 爆团外推 那这个中路肯定是推掉了 那这个中路肯定是推掉了 小龙马上要刷新 以目前来说 这个OMG的一个视野来说的话 这条小龙拿下应该是不成问题 嗯 还要想绕一下 看一下能不能抓到这个布龙 哎定住了 布龙这边直接大招 漂亮这边的话 布龙翻 不是布龙大招 路肯定住了 开门走 啊车推的非常结实 很果断很果断 对 沙皇这个位置是从家里出来了 就不太好 就不太好继续去打这个布龙了 嗯 这刚定住如果没有支援的话 这边的话沙皇是想要交易一手 推一下的 但好像没有漂亮好闪现 哎直接捆 哎伤害够吗 够 够漂亮 嗯 橫果觉得直接上去也把 收掉一下 还有一个大招 哦这个回来之后直接是中了一倍的这个大招 那一样是重推一下中路的这个 這個 一塔 这塔应该推不掉啊 看一下对面 能不能守住 嗯 南枪这边还有还有个大的啊 这还真是 直接是一发Q一个大招 那就能守住了这个中坛 刚那个大叔上去捆的非常果断 在待会团战当中的话 他也会如此狗蛋的 直接就闪现一个捆 直接就是针对维鲁斯的这个情况了 是 这边的话 小龙刷新 而且这条小龙的话 OMB应该是为我们拿下的 因为看到大树在上路 而且艾克这边是有梯的 所以这波2144D 是不会来跟你打交小龙的 顶天了 抢一下小龙 但是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 牵局还是不在的 就这两个人想 就一个Easy的Q技能和布隆的Q技能 想强调小龙 不太可能 嗯 然后两条龙 OMB 一条风龙一条土龙 继续进行一个塔 继续进行互养线的一个推线吧 刚刚这一波也是 抓的一个实体感觉 还是抓的非常不错的 最关键的是刚刚捆的一个位置 虽然说是在塔下 但是毕竟靠了塔的一个比较前的一个位置 队友这边能够输出的到 能够 好 然后这拿一手蓝buff OMD 嗯 OMD 这一波中路是没有双招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必须得小心一点 对 不然的话沙皇这边有强推的时候 把直接给推过来 那可能就又要再次几波 对 雷尔斯前期的话 打的确实是非常强势 而且也是打出他的一个效果来 我们可以知道在补刀上面的话 这也是领先的三人 领先的就是就是20多 对对线上是很成功的其实 对的 不过这边被抓了一波 不过这个抓的话 上皇这边倒没有困到 没助攻 没有困到助攻 那就算了 助攻在大树上 有两个 不动的话直接 爸的直接是开门走 上路推一手 对还推对手 过来防御看一下 维鲁斯也跟过来 这个就是这个版本当中 如果中路过去捐沙皇的话 推一个推塔能力会变弱 因为W不能再对塔来使用了 这是蛮尴尬的一个点 就现在的这个版本 感觉整个 是艾克这边的话 想过来骚扰一下 但是被盈卫给看到了 上路这边也是成功推掉 那沙皇这边把中路给带掉 没有问题 金森巴德 然后反手过来 应该是直接收掉了 漂亮 闪现一个Q 对我鲁斯大 他直接是钉在原地 走不掉 躺在塔下 稍微打一下 顶了一下塔 大树顶上还是好 现在塔伤害还是 因为现在塔难推 而且他不会更改 那个伤害 就会打得很疼 这波刚刚巴德也是抓着对手布龙 这边闪现还没好 所以这一波还是打得很nice 闪现自己还闪现上去 把布龙定在墙上 大龙刷新了 之前就已经刷新了 但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有老树 LCD有老树 倒是可以比较早的 选择打这条大龙 因为你打不了 你还可以选择 有老树在前面抗人的话 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损失 所以你目前来看 暂时也没有太 这样多的一个必要 因为对于LCD来说的话 现在没有必要冒风险 这一家这一的话 还是需要更多的进行发育 你这边EZ和沙皇两个人的一个 更需要一个更多的一个装备 因为打之后的话 可能两边会出现一个 会出现一个打poke的一个局面 因为这边沙皇有沙皇EZ 对手这边的话是有维鲁斯 因为两边的话都能够打了一个poke poke个型 对 就看谁的一个技能会 命中率更高嘛 对 所以打到了对方 其实就是要进行一波消耗回程嘛 这边的话LCD抱团 开始想要退一下 毕竟对手的一个塔树上面的话 领先的是三座塔 而且小龙方面的话 也可能会要竞争一下 对 目前来说的话 三座塔的一个领先 也是让OMD这边将经济率领先了 1700块钱 1700块钱的一个经济 主要因为在 补刀上面的话 中路其实有点压 上路爱客这边 两边其实差不多 因为你从就是说补刀的总数差 而且主要中路死了一次 其实它这个前期的这个20多刀的一个优势 其实也就摊平了 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但是也就在一个塔上是有一点点优势的 还有龙吧 影响不大这两条龙 影响目前来说一条风龙和一条土龙 影响特别 影响起到太多的一个效果 影响不是特别大 是 但是你不刷这条龙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条出的是什么了 因为爱客得继续往后打 你才打老树的时候才比较好打 现在还是比较是抗压的一个情况 而且现在也就不要对到限了 满自己在下路的一个发育 老树这边在出完了日盐和振奋之后的话 下人装部的话 可最好是能够把冰心给做出来 如果能够把冰心做出来 我的天 他这个沙宾放的这个位置 是 这一拨布龙的一个闪现大招 大的是真的很果断 这一拨只能力被直接开出来 也是叫维鲁斯这边的一个效果 根本就发挥不出来 直接是打很快 打这条大龙 刚那个位置其实还蛮尴尬的 在回那个 他开了那个门的那个中间 就直接被被布龙打下来了 然后在中间就死了 南枪 然后沙宾的那个位置 卢西安没有办法进去输出啊 可以说这边布龙还是非常果断 这一拨强开 这种强开的话 真的是让维鲁斯 没有一个能够输出的一个空间 然后沙宾再从侧翼上切过来 主要是抓到 打到对面的这个蓝buff的这个位置 比较尴尬 三个人挤在了一堆里面 这波他直接把对方一个人给秒了 那这一波肯定是 就看能够追到对手几个人了 南枪这边一死 艾克不能够第一时间 并不能够第一时间过来 在没有前排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面对的214 就再少没有前排 然后再少一个人 肯定打不了这波团战的 就没想到这一波收益那么大 直接是拿下了三个人头 再加上一条大罗 这个收益可以说是非常可怕的 然后这波其实打完之后 把这个塔数是已经追回来了 整个兵线的兵线的走向还是不错的 是因为如果你这边只死一个男枪的话 打不了 214D这边的话还不一定 真不一定去敢打 打不了 因为有Poke 因为有Poke嘛 你没有办法在龙堆里面去直接开这个大龙 那如果你现在就仅仅剩仅仅剩一个活着的维鲁斯钢 这一波还是活下来的 嗯 但几球就剩他一个人的话 感觉卢山那个点还蛮尴尬的 走在那个位置就强行是被杀铁戳死了 因为这的话逃跑的时候的话 已经是把他的一个技能全用完了 对 他这边的话还想稍微打一下 结果很尴尬吧 自己也给带走 对啊 送了对 那下落这顺着大龙buff的一波推进还是非常快的 从埃克的话想踢啊 但是但他应该是把踢给取消掉了 你看一下一看就没什么机会 因为在他踢下来的时候就 队友就已经直接就阵亡了 哇 今天把卢仙这边直接打成 咱们这一血卢仙这波必须得回撑 那么这样的话再缺少一个卢仙情况下的话 这边必须用技能来清兵线了 你们呢 赶上去用技能清兵线吗 南枪这里啊 撤了 这波塔的话直接直接上了 因为这边有杀兵 有杀黄那一个存在 杀黄加上 EZ两个人稍微戳一下的话 远远的就是在台下戳两下 然后这千局这边的话 还要想要放了一下对手的一个风筝 那么现在对于OMD来说的话 你要打的话肯定是一波上了 不能够在前面被对方 要么就直接就放这个要打 并不能够 一直这样被对方给消耗 消耗掉太多的血量 不过我们看到 沙皇这边的话也是 应该是被维鲁斯两个剑 也是打成了一个 半血状态 还是要推这个二塔 有大叔在前面顶着 是 哎 这段话 直接是维鲁斯一个大招 在这个大招的话 队友这边不敢进行一个配合 然后再被对方沙皇 再加上一地两个人给牵扯一下 之后反而是OMD这边的一个血量 其实是更加不健康一些 不过还好的是 这有制作塔的话 暂时还是保住的 虽然制作二塔的血量 已经是非常低了 手作这波一个后换的一个技能 主要是沙皇的一个状态 不是特别好了 所以也没有办法进行推进了 因为刚刚维鲁斯这边大招的话 应该就直接是那沙皇 然后被沙皇这边利用 就是说是进化给解掉了 刚刚因为视角没有切过去啊 不知道是蔓延出来的 把沙皇给练到 还说就是说维鲁斯解 我觉得应该是维鲁斯一个大招 因为刚刚那个局面的话 直接有说是能够大到这个 沙皇 维鲁斯这边才会 才可能直接是给这个大招的 而且主要现在 先绝对一个发育不错 302的一个数据 在下一波团战其实 还蛮烦的 这个点发育比较好 晕一下 开洞走 这个二塔应该是守不住了 是的 这波应该是守不住了 沙皇一个败血的状态 没有办法上去 被沙皇一戳 其实就要回城了 那么下一代的话 是RSD也将对手的所有外塔 都是给带掉了 但上高地的话 不太好 不是很好上 还要等下一条 但你上高地 经济拉开很高 上高地你逼对方 进行一个防守的话 这个是可以的 然后你又往后撤退 去吃对手的一个野区资源 去吃 去就野区做视野 慢慢的 其实要滚起这个雪球 拿完大龙 之后要把对面的这个野区控制住之后 现在有一个6000左右的一个经济差距 因为现在上高地肯定是不敢上的 上不去对上 就是很容易被反打 如果没有协调好的话 这是第二次了 第二次了 到底是怎么了 还要把这个蓝环回去吗 这边闪现一个大 大到了对手的谁 大到了维鲁斯吗 大到卢西安 卢西安这边被巴得一个大招 但是卢西安这边的话有闪现 闪现不是过强 是往上闪的 好尴尬 他就带走了 这如果是往上 最后过强闪到红buff的位置 会不会 更好一点呢 会不会 不过也一样是死了 EV这边因为也有闪 还是也是有闪现的 不过千 千绝是用脸顶了 卢西安的整个大 差一点点 其实就换掉了 是 他大招 大招 大招在 大招在 他这还因为出了一个 大冰锤的 所以还是比较 热 热 402 其实像千绝这个版本的话 也是 回家之后 看一下千绝这边 还是选择出到了一个 决守这边 直接是捧了住的对手 一个艾克 艾克这边的话 直接是一个W 把老树给定住啊 这边的话肯定是不会再打了 因为老树这个状态 实在太好了 打不过 沙皇的一个位置 应该是及时能够撤退 这边 现在等一下下一条的小龙和大龙啊 都是小龙半分钟 大龙45秒 这条小龙话不知道刷哪条龙 看一眼 等到刷出来之后 好一条土龙 那就是 不拿白不拿 对就只能 反正打很快 这边 我们再拿完这条龙之后 下一条龙应该就是 不是应该 应该就是 一二三四 有点想法 直接是进化 想先推 没有推到 霸了一个大招 能够盯到谁吗 盯到对手两个人 完了 这两个人都要 这两个很危险啊 先说他对方的一个 撒谎 然后这边看一下 伊丽这边能不能够 能够打到伊丽呢 因为这边打不到伊丽啊 打不到伊丽的话 这伊丽的太疯狂了 在后面不停进行 没人管得到他 再上一个千绝 千绝的话 虽然说是一个 出到了一定的一个肉装 但其实输出也还可以 毕竟这一盘 它的一个标记 应该也是比较多的 再加上 OMD这边队友 没有能够 第一时间能够赶到 因此这一波 虽然沙皇是挂了 但是 是换掉了对手两个人 不过定到 他定到之后 是让对面 有了一个时间支援 就是指 霸德大招吗 对啊 他定完之后 本来伊丽都不在这个地方 他定完了 然后 对方的一个支援 是赶到了 而且这一波 伊丽是有个红buff在身上的 就完全没有人能够切到他 是的 而其实像刚刚的那种 局面当中的话 霸德这个 不是霸德 艾克的这个作用的话 其实会显得更加小 因为艾克这边的话 在目前的这么一个装备 在对手大处 还出了一个冰心 那个情况下的话 难打 就其实是2秒 这条大龙 好危险啊 这波 这波 维鲁斯是死吧 哎呦 有墙 有墙 忘了 直接有墙走 是 那这接盘吗 就继续打 哎 直接是 维鲁斯发出了一个大招 哎呦 这个盾 已经是 哇 收到对方的一个布隆 挡不住了 是的 这波要往后撤 南枪这边过来进一个箭手 看一下千绝和南枪 千绝抢到了这条大龙 而且南枪一个大招的话 还没有打出多少一个伤害来 这边的话 直接捆退了南枪 南枪直接被推过来 直接秒掉 漂亮 EZ这边的话 想上去去留人 但是距离太远 也没有能够留下 那么在牺牲了一个 布隆的情况下 受掉了对方两个人 巴德应该是 在彻翼被EZ给切死了吧 应该在彻翼的一个位置 因为没看到他在正面死 他好像就是 彻翼被EZ给切死了 第二 RSD的第二条大龙 千绝这个位置 真的是 他这个点其实发育的很好 发育的太好了 然后 好 那这边的话 这边场到了龙之后 推掉一路 这样就能破一路 困到对方 尼西安 但是队友这边的话跟不上啊 不到 真的没人打动 这大树 哎呀 敌天 这一个人上去 是把维吕斯给收了 艾克这边上来 想要收一下 但是 成功的还是一换一 伤害太高了 这边要走了 这边破一路 还杀 反杀了对方两个人 一个一换二是 再次的 一换二 对 12比4的一个人头 是 这刚刚刚像真的是这样中突然间你开 你开 而且最关键伤害上面的话真的太单调了 就是都AD 这个时候维鲁斯 伤害的话感觉一发Q技能打上去也 不疼不痒 打不出太高的一个输出来 维鲁斯这个装备的话 其实也还算可以了 其实 打不出来伤害 而艾克 其实说老实话 因为没有能够给他收割的一个环境 艾克的话这英雄 不仅仅说是团战当中要打这个 W要打效果 就是说是要捆的人比较多 另一方面的话 最关键的还是说 在于队友要打出尽量多的一个输出 能够让他在 能够让他在里面进行一个收割 他打收割是很厉害的 但是他要是不是打收割 他是打伤害的话怎么打出来 毕竟是一个 这边要蹲嘛 偏肉桩的一个艾克 回程 这边的话一个小输 这个大树顶在前面其实就很难 对 你不可能去开这个大树的 你根本打不动这个大树 大树这边什么 冰心 再加上日盐 还有一个什么狂徒 就顶在前面 他这个时候 一发维鲁斯的一个Q技能上去 是不疼不痒 打200血好像是打了 那血条就没有掉了 因为他是摸了一下 被动回来了 但好像刚刚看打掉 现在4100血的这个大树嘛 但刚好一发维鲁斯Q技能 打掉200血的话就 伤害那边是被POG到了一些些 但其实这个商量的话 其实对于 对方选维鲁斯的英雄的话 还是可以接受 你看1D打上来 也就是只有1%血 稍微的多一点点 这边的话 牵制一个人上来 先收到对方的一个巴德 巴德直接被秒了 布隆这边一个大招 也强行开这波团 对手的维鲁斯 瞬间被秒 闪现没交出来 那这样的话 一波崩盘 好的 那是 对手应该是要正网 全部正网了吗 还剩下一个南枪 苟延 惨惨的逃生掉了 那这样的话就能够 这肯定是带走了 一波 我们等于看着 看一下R144 最后把对方的基地给推了 这边还要想杀一下 温泉里这个南枪 心有不甘 好 我们也是 恭喜一下R144D 成功的拿下这局比赛